《老子道德经》 《老子道德经》 其实不是,这句话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文化背景的,我们可以三方面来解图。 首先,老子的时代是一个大动荡时代,和与国、君与臣、人与人、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,相互争斗,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。 老子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,在对现实做出深刻反思后,说出的这句话,是,相对于当时复杂的人际关系,提出的一种内心,最淳朴简单的人际关系的构想。 人类的人际关系本来是非常简单的,比如在原始农业世贵,自己自足,人和人之间很少的经济交换关系。 但是,人类越发展,人际关系变得越复杂。 就比如说现代社会,尽管各种细细技术,通讯技术日新月异,空前发展,但是,国与国,人与人的关系,反而变得更加复杂。 所以,老子描写了一个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人际关系,也就是乌托邦,伊甸园,或者是世外桃源,这里的老死不相往来,我想老子的意思,并不是说相互之间不来往,你不理我,我不理你,而是指没有经济,利益这些方面的往来。 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关系,不争,不斗,不略名利,不贪财物,这种人际关系,其实也是后来很多人都向往的,陶渊明的陶花园,又是多少人向往了人生。 但老子不是一个空想家,他知道理想很疯,满,现实很骨感,所以他知道想要改变现实,就要清醒地面对现实,要把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理解透。 这也是老子和庄子不同的地方,庄子思想是天马星空,完全脱离现实,一会庄舟梦蝶,一会昆蓬水积三千里,一会逍遥犹太虚。 老子固然也有道家的飘逸洒脱之风,但是读他的文字,你又常常看到,从书中走来一个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如临深渊的一个脚踏实地的老子。 所以,老子所说的老死不相往来,只是他所追求的国与国,民与民不争的理想境界,但他是个大智者,又明白,必须要清醒地面对现实。 其实,老子道德经很多文字都能体现出这种思想,比如老子是反对战争的,所以他提出,虽有假兵,无所沉知。 意思是说,铠甲兵器这些东西都没用,因为用不着打仗,这是他追求的理想国。 但是,他也知道那个时代,战争是不可以避免的,所以,他也研究战争。 战术,他说,霍莫大于轻敌,轻敌几散无宝。 所以,老子所言的老死不相往来,并不是他对人际关系的漠视,而是在当时的背景下,所提出的一种对未来人际关系的向往,和对当时人际关系的反思。 道友们,您们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? 晚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